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电视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的话题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根据半导体产业协会的新报告 美国的晶片制造能力预计到2032年将增长三倍 这将使美国在全球半导体生产中的份额 从目前的10%增加到14% 接住我们来谈谈深夜滑手机对睡眠的影响 超过50%的美国人在睡前一小时内使用手机 这对睡眠质量有助不利影响 最后我们将探讨中国在中美洲的进展 及其战略重要性 随着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增加 这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了新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科技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也在不断地塑造住未来的世界 从美国半导体产业的飞速发展 到丰田在电动汽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巨额投资 再到我们晚上睡前挂念了手机屏幕 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件 实际上都在撩绘住一幅未来世界的蓝图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半导体产业的最新动态 根据雅虎美国的报道 美国的芯片制造能力预计将在2032年实现三倍增长 这一增长得益于两年前拜登总统签署的芯片与科学法案 预计到2032年美国在全球半导体生产中的份额 将从目前的10%增长到14% 尽管美国在芯片设计研发领域保持领先 由英特尔、英伟达等公司带头 但在全球芯片供应量中 美国的制造份额仅为10% 这一增长势头展示了美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雄心 也反映了半导体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而在汽车产业 丰田的最新战略也值得我们关注 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 丰田计划在电动汽车、人工智能和供应链方面 投资130亿美元 在截至2018年3月的财年中 丰田实现了4.9万亿日元 约318亿美元的净利润 是前一年的两倍 该公司销售了超过1030万辆汽车 包括豪华品牌雷克萨斯 比前一年增长了气 尽管纯迹斐然 丰田预计当前财年的净利润将下降27.8% 至3.6万亿日元 这一投资计划不仅展示了丰田对未来汽车产业发展的信息 也反映了全球汽车产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 电动汽车和人工智能技术将成为主流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科技的影响也无处不在 尤其是在我们的睡眠习惯上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超过50%的美国人 在睡前一小时内使用手机 但研究表明 屏幕特别是智能手机 会抑制退黑激素的产生 延迟深度睡眠的到来 为了改善睡眠质量 国家睡眠基金会建议重新设计 睡前的日常活动 比如阅读 洗热水澡 听播客 准备第二天的午餐 与家人共度时光 或给不同时区的亲戚打电话等 此外将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 或至少放在房间的另一头 也有助于人们在睡前放松 总的来说 从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蓬勃发展 到风田在未来汽车技术上的巨额投资 再到我们改善睡眠质量的努力 这些事件和现象 揭示了科技如何深刻的影响 住我们的生活和未来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我们也需要不断的适应和学习 以便更好地生活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在加拿大西部的一起震惊两国关系的案件中 The Globe 没有报道了三名印度国民因涉嫌谋杀 而在加拿大萨里市出庭 23岁的Tieran Brown 22岁的Tian Ferry新上周 在埃德蒙顿被逮捕 他们被控策划杀害 RPC-Niger一位为唐哲普建立独立帮 而运动的精神领袖 去年9月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 暗示印度特工可能涉及Niger的死亡 这一说法遭到印度政府的否认 此事件无疑加剧了 加印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与此同时 Dipman揭示了中国在中美洲的快速前进 及其战略重要性 随住尼加拉瓜 红都拉寺和塞尔瓦多等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加深 这引起了对美国战略利益的担忧 这些国家历史上 由于承认台湾并努力与美国保持一致 而与中国的接触有限 然而最近的政治变化 如台湾民进党的当选 导致这些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公司随后在基础设施项目 Qobion 变性等领域迅速进入这些国家 从尼加拉瓜的清机场和铁路线 到宏都拉斯的前运河走廊改善计划 再到萨尔瓦多的旅游码头和国家图书馆建设 中国公司的深意无处不在 这些发展有可能在中美洲创建一个由中国主导的集群 进一步影响该地区与美国的关系 在能源领域Aldesir报导了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 两名可再生能源即将在今年超越化石燃料 成为全球电力的主要来源 这项由AMBER智库进行的研究分析了215个国家的数据 发现可再生能源几乎获得了电力需求增长的全部份额 实化石燃料的市场份额停滞不前 报告预测 今年可再生能源将使化石燃料 在电力生产中的市场份额减少2% 这标志住一个过程的开始 即在接下来的10年内 36个发达经济体将逐步淘汰化石燃料 此外报告还发现 去年无碳能源首次产生了全球30%的电力 AMBER估计今年可再生能源 将比去年增加1221泰瓦时的电力产量 这三天报道各自揭示了当前国际关系 和能源转型领域的重要发展 从加拿大与印度间 并起谋杀案而加剧的紧张关系 到中国在中美洲的战略扩张 再到可再生能源预计超越化石燃料 成为全球电力的主要来源 这些事件不仅凸显了 国际政治和能源政策的复杂性 也提醒我们 面对这些挑战和变化 全球各国需要采取 更为积极和前瞻性的应对策略 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从政府政策到个人行为 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对我们的生活 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最近几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反映了这一点 从美国总统拜登对中国进口商品的担忧 到对大型科技公司控制力的挑战 再到一位女士在一杯上 非法销售象牙的案例 这些事件都凸显了当前全球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纽约时报报道 拜登政府对于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 如钢铁和电动汽车的日益增加感到担忧 认为这可能对美国工厂构成威胁 尽管官方贸易数据并未显示中国进口商品的激增 但拜登的助手们仍然对中国的补贴政策 以及其对美国产业可能造成的影响表示担心 美国太阳能产业已经难以与中国的出口竞争 欧洲官员也在努力应对这一问题 作为回应 拜登承诺将采取新措施 保护美国公司免受他所称的中国的贸易欺骗行为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 敦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解决补贴出口的问题 另一方面华盛顿邮报报道了一位大学教授 希望利用第230条款对抗大型科技公司的案例 哥伦比亚大学骑士第一修正案研究所代表 社交媒体学者Ethan Zuckerman提起的诉讼 可能挑战大型科技公司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控制力 该诉讼主张科技公司应该被禁止 禁止或起诉开发用于过滤或调节在线内容的工具的开发者 如果成功Zuckerman计划发布他的工具 取消关注一切二 明知将允许Facebook和用户重置他们的动态消息 并参与一项研究 以追踪他们的Facebook使用方式如何改变 这个诉讼可能对中间件有重大意义 专监版表示 一个广泛的裁决可能打开数据滥用的大门 而其他人则认为 像Zuckerman的工具 这样的工具可以为收集必要功能的数据而免受起诉 同时仍然对任何数据滥用负责 在一个看似无关的领域 BBC报道了一位女士在一杯上 非法销售象牙的案例 这是苏格兰首次有此类病罪67岁的Joyce Bell 承认在一杯上销售了近100件 由象牙制成的物品 声称他们是由牛股制成 以此规避一杯对象牙交易的禁令 收藏家们识别出这些物品是禁止商品 刀从销售象牙物品中赚取了6 412英镑8978美元 他还承认诈骗逃避出口税款 以及未经许可出口或试图出口象牙商品 刀将于6月24日接受判决 这些事件反映了当前全球面临的复杂挑战 从国际贸易到科技监管 再到野生动物保护 每一个领域都需要我们的关注和行动 这些故事不仅是新闻 它们也是我们共同未来的一部分 呼吁我们必须负起责任 为创造一个更加公平 可持续和包容的世界而努力 在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大海中 风向正在变化 而欧洲央行 以西比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Fed的政策分歧 正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根据路透社Breaking News报道 预计欧洲央行将在美联储之前降息 这将是欧洲央行首次在降息行动上 领先于华盛顿 这一举措引发了人们 对于欧元点值和通胀加剧的担忧 然而实际上欧元区和美国之间的 基准利率差距可能达到2.1个百分点 相比目前的1.4个百分点有所增加 这一差距可能吸引投资者转向美国 但值得注意的是 欧元目前比202元的价值 欧元目前比2022年9月的低点高出13% 而且一些未来的利率分歧 已经被投资者预料到 欧元点值1%可能在一年内 仅将进口价格提高0 对通胀的影响微乎其微 此外欧元点值对欧元区的生产者来说 是有利的 因为这将提高外部对欧元区产品的需求 然而美元的上涨 可能会使世界贸易变得更加困难和昂贵 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 日记亚洲报道了美国公共基金 对TICCOC 中国母公司 字节跳动的投资情况 根据Feature Union的报告 美国的养老金、大学捐赠基金 和其他机构投资者 已经投资了超过90亿美元 在可能涉及字节跳动的基金中 这些投资可能会受到字节跳动 和美国政府之间 关于国家安全和隐私问题的争议影响 该报告发现 美国最大的39个公共养老金 已经投资于有字节跳动投资的基金中 字节跳动已经对乔·拜登总统 在4月签署的一项立法提起诉讼 该立法将禁止TikTok 在美国的应用商店中销售 除非字节跳动在1月19日之前出售它 在汽车市场上 美联社的一篇报道揭示了 二手车需求下降的现状 导致1-2岁车辆的价值下降 疫情导致的新车市场短缺正在恢复 这是造成这一下降的原因 Edmunds的专家建议 现在是直到私下出售汽车 还是在经销商处置换车 更好的关键时刻 私下出售你的车辆 可能会获得更高的销售价格 但你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来推销你的车 谈判销售并处理交易 在经销商处置换车 可以是一个更方便的选择 如果简单和效率 是你的优先考虑的话 此外当你在同一家经销商 处置换车并购买新车时 可能还会有税收优惠 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 展示了全球经济 投资和消费市场的动态 从欧洲央行和美联储的政策分歧 到美国公共基金对中国科技巨头的投资 再到二手车市场的变化 这些故事揭示了全球经济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复杂性 投资者和消费者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寻找机会和挑战 而理解这些动态对于做出明智的决策至关重要 顺便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6.brief 康宁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